6月14日是小S的44岁生日 原在韩国工作姐夫剧经业没办法赶回来庆生 于是提前录制了一段视频 短短几句话就让小S感动到当场落泪 剧经业因为中文还不太流利 所以说了英文 那笑容灿烂 祝福小S生日快乐说道 HAPPY BIRTHDAY You're the best judge in the world OK I love you so much 虽然剧经业并没有说许多话 但依旧让小S感动得不得了 眼睛里寒泪忍不住哭了出来 也大方回应我也爱你 当初剧经业宣布大S结婚的时候 一开始只有小S自始至终支持他们 甚至还带着老公去给剧经业的夜店首秀捧场 剧经业回到韩国工作后 也特地找到了小S最喜欢的主持人留在西河曹市岛 请求他们帮小S录制了视频 他们之间的亲情真的很令人羡慕 大家早点结束异地生活快快见面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